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目前处于备战状态 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展开核战争 他警告西方国家 在关系到俄罗斯存亡 国家主权和独立受到损害的课题上 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 普京接受俄罗斯新闻社社长 基谢廖夫的专访时 针对核武器和乌克兰危机等等 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 不过他也表示核战争并没有加速到来 也没有必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但是俄罗斯已经为此做好准备